Hello,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一些药品的相关知识 今天介绍降血压的药 这个药的名字叫Amelodipine 每年隔一段时间 美国这边都有一个association一系列的 会出一些钙栏 治疗心脏,各种疾病的盖栏,心脏也好,高血压也好 有盖栏,过一阵他就要更新一下 他的治疗方案 很多的医生如果紧跟着更新 跟着比较紧的话 他会有一些开的处方药也会不一样 因为我也是没有继续跟这些东西 没有太多的更新 但是Amelodipine一直也算是一个前几位治疗方案里面的一个 其实Beta blocker应该是Number one option 也许现在还是,但是Amelodipine也算是一个 应该还是 所以说服用这种药的人 我认为数量也会相当的多 所以说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副作用 它的这个,先说一说它这个直接作用 降血压的作用原理 它其实对你的血管有个扩充的作用 大伙知道,你像一个水管也好 如果水管细的话 水管细的话,压力就会大,压力会增加 你把这个水管增粗一点,压力就会小 所以说来讲,这个药品就是给你这个血管扩充作用 非常常用的一种药物 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小孩也用这个药 他问我这个药,这个作用什么 我说扩充血管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有一种副作用 就是会有这个flush现象 脸红什么,就是你血涌上来了 对吧,你可以看着哦,这是有问题 有时是吃药脸红 有时是干了亏心事脸红 这样逮着 anyway 回归正题啊,说咱主要说五个啊 五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 一个呢,就是说 它会造成这个 你的这个肌肉啊,或者关节痛啊 但是呢,这个肌肉关节痛并不是这个药品啊 ameloid品直接导致的 是和其他的药物啊 一起服用啊,来导致的 哪种药物呢,就是我们降这个 血脂的啊,降这LDL 降这个血脂的一种药啊,我们叫 Stadins啊,最常用的就是 Simulistadin, Rosevacestadin, Atravacestadin, Privatestadin 这些药啊,都是降血脂的药物 降血脂的这些药物呢,最大的其实一个常见的副作用呢 就是说啊,会有这个肌肉关节痛啊 肌肉关节痛啊,所以说呢 如果你这两种药啊 两种药,降血脂的药和这个 就是降血脂的Stadins一种药和 ameloid品相同一起服用的话啊 会增加你这个肌肉痛啊 会把这个,这个降血脂的这个药给你的这个副作用啊 来增大啊,来增大 所以说呢,如果两种药同时服用呢 最好避免啊,同时服用啊 但是呢,如果你说我血脂也高啊 我也需要这个,用这个ameloid品来降血压啊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一种选择呢 在Stadins里面啊 有一个副作用对这个肌肉痛或者关节痛 这个副作用最小的啊 你可以叫医生给你选那种药啊 那种药,就是说它的副作用 对肌肉痛的副作用比较小 这样来讲呢,如果你和这个ameloid品同服的话啊 它所造成的这个肌肉痛的这个副作用啊 会相对来讲,会少一些啊 会少一些 如果你说啊,我换了这种药之后还是非常痛啊 那你就要换啊 换哪种药呢 看你的情况啊 你可以换其他的降血压药啊 降血压药很多种 BetaBlockers I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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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些 Ac inhibitor 还有 Libs 好多种 Right 所以说你可以换其他的 换其他的 听你的医生的啊 听你的医生看哪个啊 是非常重要的 你说我血压非常高啊 必须我这个血压药 要用这种药或怎么样 就换其他的药 把Vistadins 换成其他的 不用Stadins来降你的血脂 要其他的药来降血脂 以后慢慢会讲到 但是Stadins其实是最有效的一种 还有从食物上来讲 这是药品之间的 所以说药品之间的东西 要首先非常重要 首先关注 然后下面 主要是 还有一种药 这不是特别常用的 但是也许会用到 就是什么 我们说的伟格类的药物 伟格类的药物 伟格类的药物 其实也是 把你的血管扩充一下 让血液流过来 流到你的小弟弟里面 所以说同样 Amelodipin也是扩充血管的一种药 所以两种药 如果一起用的话 会造成你的血管扩充 造成什么呢 造成你这个 前面说过 压力和你这个血管 这个 这个Bla Vessel的直径 或者怎么样 粗气有关系 如果你扩充大了 会怎么样 会造成你的血压降低 血压降低 就会有时会降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程度 就是说这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两种药 就不要一起糊 如果你用那个尾牙管 或者Amelodipin 最好不要一起用 不要一起用 还有呢 下面就说 从食物的方面 还有就是一个这个 Grip Fruit 我们Grip Fruit 中文叫什么 Grip Fruit 就是有点苦的那种 那种那种像橘子 这么大根 Grip Fruit 这种东西呢 很多的 和很多的药 都有 直接的作用 对药的作用 有的作用呢 是把这药的 药效降低 有的是把这个药 药效增高 因为呢 Grip Fruit 里面有一种酶 控制你身体里的一种酶 会有这种酶 这种酶呢 其实就是 对药品 有直接的作用 是把药品 消耗药品也好 或者增加药品的 这个效果也好 或者降低效果也好 所以说呢 Grip Fruit 这种东西呢 对你这个酶 会有影响 反过来说 直接 反过来说 说这个 Amelodipine 会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Amelodipine 这种药呢 是空中血管 Grip Fruit 对你这个 这种酶 会降低你这种酶 这种酶呢 是对这个Amelodipine 会有一个消耗作用 这样来讲呢 如果这个消耗作用 降低了 会使这个Amelodipine 这种药的 功效 要增加 比原来的功效 要增加 所以讲 所以说呢 如果你说 我服用的这个剂量 是这个 几十毫克 这种剂量 如果我同时喝这个 或吃这个Grip Fruit 会把它的这个 功效增加 增加药效 增加药效果 会造成一个什么效果 让你这个血压 又降低 降低 或者会降低到一个 比较危险的程度 还是这个 下面啊 还是一个 这个 这个 根据食物 有关系 其实呢 是这个饮品 就是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呢 就是 其实呢 会造成这个 你的这个 DISNESS 或JOSY 会有脑子晕 你喝多了之后 会晕 或者这么 睡 这个呢 其实就是相对来讲 每个药品 你说 很多药品 列出来之后 都有 会造成DISNESS 或者JOSY 这是其中一项 它的这个 副作用 所以说呢 你跟那个酒精 你喝 吃的药 你喝酒的话 会把这种副作用 增加 增加 现在说了几个 四个 STEDIS 这个 酱 血脂的药 grapefruit 酒精饮料 还有这个 维哥类的药物 然后呢 最后还有一个 我查了一下 这个 它的英文叫 Sin John's Word 然后我查了 中文叫 灌叶连翘 我不知道中国这个 连翘截图片 用的是不是 这个连翘 这种药呢 其实也是 也是 它会增加你这个 Amylodipine 它这药物的这个 功效 会把这些功效增大 所以说呢 功效增大 怎么样 会使你的血压 降低 降低到一个危险的程度 降低到一个危险的程度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服用这种 这种这个 灌叶连翘 英文叫 Sin John's Word 一定要 保证 确实 避免 两种东西 同时服用 同时服用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还有最后总结一下 不要被这个 一些副作用 被吓到 被吓到 我们还是 看必大于利 如果你确实需要 这个 Amylodipine 这种药 来降血压的话 你只要 听从这个 医生的 这个嘱咐 还有像这个药剂师 像我这种 药剂师 你咨询一下 咨询一下 你的平时的服用的药物 还有这个食物 要注意什么 我们最这个专业的 用专业的这个知识 都会给你一个 非常 非常准确的答复 会告诉你 要注意什么 要这个 饮食上也好 或者药品上也好 从药品上来讲 如果你这个 用的药 是从同一个药房 同一个药房 它的 你所有的药 都在同一个系统下面 这么来讲 如果你用这个 Amylodipine 和那个Sumvastalin的话 它会 系统会 提出一些警告 提出一些警告 当我们这些药体师 一看 你这个药 和那个药 同时服用 会有这个 interaction 会提醒你 所以说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但是 这些东西 这些副作用 你是 有必要了解 有必要了解